我绑定了一个亏欺百财不入系统 只要我对老婆不好 财运值就会减少 对老婆好 财运值就会增加 于是我只好一步步地 变成了世俗眼中的好男人 检测到宿主完美匹配 亏欺百财不入系统 正在为宿主绑定该系统 刚下班 我就听见自己脑海里 突然冒出了一道奇怪的声音 将我吓了一跳 我猛然抬头 警惕地望向四周 却只见地铁站里行人来去匆匆 根本无人在意我这边的动静 在我惊奇时 那道声音再一次响起 宿主已成功绑定亏欺百财不入系统 请宿主今后好好对待自己的妻子 若宿主对妻子好 宿主的财运值会增加 若宿主对妻子不好 宿主的财运值则会减少 财运值将直接影响宿主的收入和机遇 听见这话 我简直觉得莫名其妙 什么时候 一个人的财运会跟他对老婆好不好挂钩 我揉了揉眉心 觉得自己一定是幻听了 等我回到家后 刚一进门 就听见我妈在数了老婆 你丑丑你 做什么事都慢得要死 都老半天了 连个鸡都没处理好 等你这速度开饭 老娘早饿死了 而老婆见我回来 便向我投来了西记的目光 她希望我能帮她说句话 可我上班一天都累死了 实在懒得给他们婆媳断案 于是我什么都没说 便进了房间 可就在这时 刚才那道奇怪的电音 又出现在了我脑海中 检测到宿主纵容亲属 对老婆任意指责谩骂 财运值 听见这话 我大为震惊 还来真的 可作为一个坚定的 唯物主义者 我始终不相信 我身体里会凭空出现 这种所谓的破系统 我甚至怀疑 这一切是不是老婆设计的 这时 我妈对老婆的谩骂 还在继续 随着她一边骂 我的财富值也一边掉 本来我没把这些放在心上 但没想到 等第二天去上班时 我手上那个板上钉钉的项目 客户却突然变卦了 在客户那吃了个闭门羹后 我灰溜溜地回了公司 老板在得知 我把盗嘴的鸭子 都给弄飞了 气得大骂了我一顿 骑线啊骑线 我他妈真服你了 就这种板上钉钉的项目 你也能给我弄丢 你知不知道 我们费了多大的劲 才接触到这个项目 我信任你 才把这个项目交给你去跟进 结果呢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我企图跟老板解释 老板却全然不听 直接臭骂了我一顿 后来我一直在想 怎么前一天说好的项目 客户转头 就莫名其妙变卦了呢 难道是因为 昨天我放纵我妈责备老婆 财运值减少而造成的吗 想到这 我赶紧回家想试验一下 今天回家后 我妈倒是没在埋怨老婆 可我一看家里的景象 我爸和我妈 纷纷躺在沙发上 敲着个二郎腿看电视 唯有老婆一人 在厨房忙忙碌碌 于是我尝试过去 帮老婆打下手 在我帮老婆干了点活之后 我身体里那道熟悉的电音 瞬间就响了起来 检测到宿主和妻子 一起分担家务 财运值加二 听到财运值增加后 我瞬间干净满满 可我妈看见这一幕 立马对老婆吼道 钟一云 你好大的排场啊 就这么点活 你还使唤我儿子干 我儿子每天上班这么辛苦 你怎么好意思使唤他 说着 我妈赶紧把我拉出厨房 儿啊 你上班累着了 赶紧去休息 这些活交给你媳妇就行 想到今天项目的失败 我赶紧正开我妈的手 行了 妈 我虽然上班辛苦 但一云每天在家操持家务 也很辛苦的 我回来了 肯定要跟她一起分担的 听见这话 老婆突然像见鬼一样的看着我 与她眼神一起而来的 还有系统的提示音 检测到宿主 在家人面前维护妻子 财运值家务 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我妈就直冲我们 甩了好大一个脸子 她一个吃干饭的 辛苦什么呀辛苦 当初妈在家伺候你的时候 也没见你来帮妈淡活呀 这娶了媳妇 你眼里一下子就有活了 你个死小子 还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啊 这时我爸也皱眉道 行了 小心 咱爷们的手势用来挣钱的 可不是用来干这些小事的 你赶紧休息吧 这活让你媳妇干就行了 眼见公婆两面夹击 老婆原本还亮晶晶的眼神 瞬间按了下去 昨天 也正是她露出这样的眼神之后 我的财运值就突然开始猛掉 于是我赶紧把爸妈推出厨房 行了 你们赶紧出去吧 别打扰 我跟一云做饭了 等他们走后 老婆稀奇地看了我一眼 老公 你今天怎么 她应该是想问我 今天为什么这么奇怪 想了想 我认真地说到 以前的确是我忽略你了 老婆 但我今天突然想通了一些事情 我意识到 我们两个才是将来要一起过一辈子的 所以 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你有什么事 也不要埋在心里 都可以跟我说 文言 老婆感动极了 然后随这来的 就是我盟涨的财运值 这就导致我第二天再去公司时 对方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居然又主动来找我 直接就跟我把合同签了 也就是说 这项目又回到了我手中 这下子 我是彻底信了这个 亏欺百财不入系统 从那之后 我开始对老婆特别殷勤 每天 只要我一到家 必定会主动帮她做家务 在我爸妈挑她毛病的时候 也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她 就这样 这段时间 我的财运值一直在涨 我的事业也变得越来越顺利 除此之外 我和老婆的感情 也越来越好了 之前 我跟老婆是相亲认识的 双方的感情基础不算深 婚后老婆辞掉工作 成了家庭主妇 而我则继续专心拼事业 久而久之 我们便没了共同语言 夫妻之情也越来越淡漠了 可随着我这段时间的改变 老婆也跟着变了 这感觉 还挺好的 这天下午到家 老婆突然跟我商量 老公 你能不能给我买辆电动车 菜市场太远了 坐公交又不方便 每次我过去买菜 来回要半小时呢 我这个月拿了许多项目提成 心情正好呢 便直接答应了 不出意外 我的这番贴心之举 让财运值又增加了 但等电动车买回来之后 我妈却气得破口大骂 就买个菜 还专门让我儿子 给你配电动车啊 你是多金贵的命啊 这么会享受 你坐在家里分毛不正 还敢要东要西 真到我儿子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 面对长辈指责 老婆有口难言 只能把求救的目光投向我 我立马将人护在身后 妈 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 当初一云也是有工作的 是你说家务没人打理 才让一云辞职照顾家庭的 所以 现在我赚的钱 也有一云一半 这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我一边维护老婆 一边听电音播报 财运值突突上涨 话说到一半 我手机突然响了 之前公司有个好项目 老板本来已经定了 其他同事负责的 可没想到 老板却打电话来说 那位同事突发疾病住院了 让我去顶上 这项目 可是公司下半年的重点项目 我要是能做成 不仅能够加薪 说不定还能升职呢 挂断电话后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 告诉了我妈和老婆 两人开心的跟什么似的 这时 我妈也顾不上骂老婆了 直接把我和老婆推出厨房 说要为我庆祝 亲自动手做几个好菜 出了厨房后 老婆感动地说道 老公 谢谢你在妈面前维护我 想到从天降的项目 我心情大好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以后你在家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用在意我妈 我妈那人就嘴巴坏 你别大理就行 有什么事都等我回来 给你撑腰 就这样 在我不断地维护老婆 对老婆好之下 我的财运值 也一直在稳步增长 所以最近在职场上 我都无往不利 可是某天 我在外面陪客户吃饭时 却发现 我的财富值突然猛降了下去 监测到宿主放纵母亲 对妻子的打压和羞辱 财富值 10 检测到宿主放纵其他女人 在妻子面前耀武扬威 财富值 10 检测到宿主妻子自卑伤心 财富值 20 这些财富值 掉得我简直心惊胆战 毕竟我是一个上班族 我所有的财富 都来自薪水收入 我的财富值增加 事业会变得无往不利 财富值减少 事业立马受阻 果然 在财富值一顿猛减后 原本有强烈合作意向的客户 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后 就直接找借口 把饭去散了 看样子 是项目出了问题 出了包厢后 我气得直接回家 我倒要看看 我爸妈又在做什么药 结果等我回家一看 却看到了一个 我意想不到的人 陡然看见前女友的脸 我愣了两秒 是柔婉 你怎么会在我家 我妈立刻上前说道 哎呦 儿子 你说巧不巧啊 今天妈去超市买东西 居然碰见柔婉了 所以就邀请她来家里做做 毕竟你们以前 又是大学同学 又是初恋 妈以前就可喜欢柔婉了呢 要不是柔婉以前出国留学 说不定你们那会儿早成了 那还轮得到 说到这里 我妈意味深长地 看了老婆一眼 让老婆黯然地低下了头 见状 是柔婉也轻笑道 阿姨 您别这么说 我觉得 阿贤和太太挺配的 我妈嗤之以鼻 她算哪门子太太啊 就一个连大学 都没上过的家庭主妇而已 哪像柔婉啊 如今留学归来 一看就有出息 他们每说一句 老婆的头就往下面低一分 而我心里也知道 为什么我妈这么贬低老婆 因为当初我和老婆相亲结婚 是因为诗柔婉出国留学了 我妈急着抱孙子 才到处给我安排相亲的 一开始我懒得去 但时间长了 我对诗柔婉的感情 也越来越淡 便顺从了我妈的意思 可现在诗柔婉回来了 我妈又觉得人家前途无量 老婆配不上我了 这思想属实是太过分了 虽然我对老婆的感情不深 但我好歹还知道 做人得讲良心 不能建议四千 我还知道 自家人就算在家里有什么矛盾 也绝不能送出去 给别人欺负 于是我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们说够了吗 在这对我老婆阴阳怪气 你们很开心是吗 我老婆是个什么样 只有我有资格说 听见这话 我妈瞬间炸了 小县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我就说你媳妇两句 你还不乐意了 妈有说一句假话吗 钟一云本来就是个 连大学都没读过的家庭主妇 要不是为了抱孙子 我当初是不可能看得上她的 结果她倒好 进门两年了 连个蛋都没下出来 够了 这话太难听了 就算没绑定系统 我都听不下去了 当初比我相亲的是你 现在天天挑刺的也是你 妈 你告诉我 你到底想干嘛 这时 是有晚出来打圆场 她的态度 还如从前那般亲密 好了 阿县 你别这么说阿姨 阿姨她也没什么坏心 就是心直口快而已 听见这话 我更气了 我妈不懂事 就算了 你一个 读过这么多书的人 也不懂事 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对我一个有夫之夫 叫这么亲日了 你想干嘛 知三当三吗 我告诉你 我齐县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还是有的 请你以后别来我家 我们家不欢迎你 这番话 把家里的三个女人都惊呆了 尤其是诗柔婉 她诧异地看着我 没想到我会这么对她 毕竟我老婆的确是个家庭主妇 但她却是刚留学回来的漂亮海龟 可在漂亮有什么用 她还能比毛爷爷漂亮吗 所有阻挡我财运的东西 老子都会一脚踹开 最后这场闹剧 在我对老婆的维护中结束了 但奇怪的是 我今天这么维护老婆 我刚才丢失的财运值 却一直没有补回来 看着老婆闷闷不乐的样子 我明白了过来 估计这个系统的数据波动 跟我老婆的情绪变化 有很大的关系 于是我安慰道 老婆 今天那些话 你别往心里去 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好的 老婆却十分失落 老公你别骗我了 我是什么样子 我心里有数 施小姐那么漂亮 又有能力 的确不是我能比得上的 她漂亮 你也不差呀 只是你平时没空打扮而已 你要是打扮起来 也一样好看 这我倒是没骗她 毕竟我是一个严控 当初相亲相到老婆的时候 也曾被她的颜值惊艳过 看着她此刻闷闷不乐的样子 我直接拉她出了门 然后去了商场的彩妆专柜 我让贵姐拿了套 最贵的化妆品出来 让她替老婆上妆打扮 最后的成果 别说我被惊艳 就连老婆自己 都被尽忠的自己惊艳了 老公 这还是我吗 这当然是你 你现在看看 你还比失而晚差吗 在我看来 你比她美多了 听见这鼓励的话 老婆感动的眼眶都湿润了 谢谢你 老公 就在这一刻 久违的系统音 终于又响起来了 检测到宿主 在别人面前 维护老婆自尊 财运值家务 检测到宿主替老婆找回自信 财运值家势 随后 我又想到什么 对老婆说 如果你羡慕别人事业有成的话 也可以出去上班 我支持你 听见这话 老婆眼睛一亮 但很快 那道光便又熄灭了 算了 妈不会同意的 因为一开始 老婆在工厂里 是有份工作的 但因为赚的不多 就被我妈强迫辞职了 刚开始我老婆 还希望我帮她说话 但我那时想着 能有个人在家 帮我照顾父母 洗衣做饭 也挺好的 作为既得利益者 我默认了我妈的做法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老婆是我的财神 我的福星 我必须要让她内心畅快 才能源源不断地挣大钱 于是我鼓励她 妈那儿不用担心 我会搞定的 大不了就请个保姆 在家伺候她们 你安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话说到这里 老婆再也忍不住 一头扎进了我怀里 谢谢你 老公 你真好 可我妈知道这事后 的确气得不轻 等我带老婆回家之后 我妈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 不过她不想骂我 便又逮着老婆撒气 都嫁人了 还浓妆艳膜给谁看呢 还买这么多的化妆品 你真当我儿子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呀 见状 我赶紧递了一份化妆品 给我妈 好了妈 你别叨叨了 这化妆品 我也给你买了一份 然后从明天开始 易云就要出去找工作了 等她通过面试 就重新出去上班了 我妈怒了 她出去上班 那平时谁来伺候我跟你爸 我想过了 等易云去上班 我就请个保姆 回来伺候你们 易云一个月挣的那三瓜两枣 都不够保姆工资呢 我看就让她在家 伺候我跟你爸 再说了 她在家都还没给你怀上孩子呢 更别说出去上班了 我不同意 面对此情此景 老婆早已不知所措 于是我握着她的手 坚定地说道 妈 您这样说就不对了 易云是我老婆 又不是保姆 她有权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要实在看不惯的话 那以后 我就带易云搬出去住算了 反正以我最近拿到手的项目提成 也够一套房子首付了 爸妈 就我一个独子 自然不愿意跟我分开 于是 原本置身室外的我爸 立马过来打圆场 行了行了 老婆在 他们年轻人愿意出去工作挣钱 就让他们去吧 你就在家静享福还不好 嘴别那么碎了 就这样 老婆出门上班的事 被正式敲定了 我的财运值也一下猛增 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老婆最后找了份销售的工作 她第一天出门上班的时候 特意化了个精气神十足的妆 但太平的日子没过多久 我妈就开始想出了各种办法折腾老婆 每天不是说自己身上这里痛 就是那里痛 闹着要老婆请假回家照顾她 送她上医院 一开始 老婆为了不打扰我工作 还真妥协了 结果没想到 还真给我妈腹部检测到了一个大瘤子 等我赶到医院时 我妈正在虚弱的喊疼 哎呦喂 痛死我了 儿子 妈要痛死了 后来跟医生聊过 医生建议我们立刻手术 将瘤子割掉 以防挨变 我们自然答应 那么 手术期间该怎么陪护 又成了难题 我爸想了一辈子福 指望他是指望不上的 但我自从财运值增强之后 事业可谓是如日中天 经我手的项目 基本无往不利 现在我手上 还有好几个项目在推进 而老婆现在刚入职就请长假 也不靠谱 于是我打算请护工 可我妈知道后 却坚决不肯 我儿子儿妻可都还在呢 请什么护工啊 我开让易云来照顾我就行 这时老婆也应了下来 老公 那干脆我请假吧 不行 我妈什么德行我了解 一旦我老婆这次请了假 以后那估计就再也别想回去上班了 我可不想我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运值 又一招回到解放前 思索再三后 我道 不用你请假 你刚入职 还是好好上班吧 我请假来照顾妈 一听这话 我妈瞬间急了 你那么高的工资 请一天 嫁纳得扣多少钱啊 那这可不好说 基础工资倒是没多少 但就是 我没法跑项目了 所以 项目提成 我肯定拿不到了 一个项目 少说也有几万提成呢 这么多 我妈彻底怂了 算了算了 你们年轻人笨手笨脚的 用不着你们来照顾 我看请护工就挺好的 很好 财运值又加了十点 几天后 我妈手术顺利结束 准备出院 这天我正好要出差 便让老婆去接了我妈回家 哪知等我出差回来之后 等着我的 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家庭大战 那天刚进家门时 我就觉得 家里的气氛很不对劲 我爸和我妈 同时对老婆很没冷对 而老婆之前 被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行心 也顿时荡然无存 这氛围让我一头雾水 你们怎么了 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文言 我妈把手里的碗重重一放 问你的好老婆去 于是我问老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老婆听见我的话 只按按低垂着头 不敢说话 我妈恨恨道 那天我出院的时候 碰见一个来治不孕不育的女人 我想着钟义云进门两年了 还没怀孕 就顺便带她去检查了一下 没想到这一查 还真查出问题来了 医生说她舒卵管积水 就算治了 也不一定能这么快怀上 本来我爸一向不管他们的婆媳矛盾 但涉及生孩子的事 就连我爸都发话了 攒其家三代单传 这香火可不能断了 儿子 你的意思呢 这意思 是想逼我们离婚 说到这个 我心里也有点打鼓 毕竟我还是挺喜欢孩子的 虽然我很看重财运值 但要是这辈子都没孩子 那我挣这点钱 又有什么用吗 于是 当老婆的视线向我设来时 我有片刻犹豫 但我又怕误诊 或者我妈故意夸大病情 于是含糊其词地说道 这个 以后再说吧 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 也许能治好呢 我既没答应我爸妈离婚 也没对老婆说不离婚 但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犹豫 老婆 却直接给我留下一份离婚协议书 就走了 当我第二天下班回家时 我发现 老婆还没回来 不仅如此 我还在房间床上 看到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房间里老婆的很多东西也不见了 下一秒 我手机上弹出一条信息 老公 为了不让你为难 我走了 等你有空的时候 联系我去趟民政局 咱们把婚离了吧 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 我心意紧 已经做好了财运值暴跌的准备 但没想到 消息发过来许久 财运值却丝毫未见 换言之 这次老婆离开我 是心甘情愿的 想到这里 我内心有些触动 因为在我绑定系统之前 我对老婆 实在算不上好 因为我是事业上升期 所以把大部分心思 都放在了工作上 对于老婆在我家的艰难处境 视而不见 让她受尽了委屈 可就因为最近 我对她的这么一点点好 她居然甘愿成全我们一家 主动离开 想到这里 我赶紧给老婆打了个电话 喂 老婆 你赶紧回来吧 至于我妈说的那个什么病 我带你去大医院 再好好检查检查 文言 老婆难掩心中的失忆 那万一治不好呢 或者治好之后 还是很难怀孕呢 老公 你是个好人 我不想耽误你 我们之间 就到此为止吧 算了 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 我直接来找你吧 你在哪 在公司还是在娘家 老婆犹豫了一会儿 终于还是告诉了我她的位置 然后我直接找了过去 当我找到老婆时 她看向我的眼神 陡然亮了一瞬 但随后想到自己的病 她的眼神又黯淡下去了 老公 我们还是离婚吧 我看得出来 你也很想要孩子 可我 说什么傻话呢 我是想要孩子没错 但这并不代表 我要放弃你啊 咱们身体上有问题 积极治疗就行了 夫妻之间 不就该互相扶持吗 难不成遇到一点困难 就离婚 这还叫什么夫妻 赶紧跟我回去 文言 老婆还是有些顾虑 可爸妈那边 爸妈那边我去说 而且 我也做了一个决定 以后 我们搬出去两个人住 至于爸妈 我会找保姆照顾他们的 反正 你们也总相处不好 干脆先分开 住一段时间 等什么时候 他们想通了 能心平气和地过日子了 我们在一起住 老婆有些不敢相信 这真的可以吗 当然了 你只要跟我回去 其他的事 都交给我 这句话刚说完 我就听见我脑海中的系统音 瞬间跳动起来 检测到宿主 替老婆解开重大心结 财运值加二十 这声音 真是动听 不过也正如我们所料 我一提出 要带老婆出去住 我妈 立刻就翻脸了 阿仙呐 爸妈可救你这么一个孩子 你打算要为了一个女人 就抛弃爸妈吗 你个白眼狼 早知道 妈还不如不生你 文言我有些头疼 妈 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 我不过就是想 带云出去住一段 过过二人世界 等以后我带云把病治好了 给你们添了孙子 我得叫妈过来 替我们看孩子呢 你可别想蒙我 那医生都说了 钟义云她状况严重 先不说能不能完全治好 就算完全治好 那身体也是有后遗症的 你就那么肯定 她能怀上孩子 就算她能怀上孩子 又怎么样 你就能为了她 抛弃我跟你爸妈 见我妈愤愤不平 我正想好好跟她讲讲道理 却突然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在我爸妈和老婆的惊呼声中 我突然就不省人事了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却听到了一个 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当我得知自己血运 是因为得了脑癌时 我整个人都症住了 我妈在医院泣不成声 不明白 我怎么年纪轻轻的 就得了这种病 这时她内心的痛苦无处发泄 便又怪到了老婆头上 都怪你 肯定是因为 你非要闹着出去上班 没把我儿子照顾好 才让她得病的 虽然我内心无比震惊 但我也知道 我妈这话太牵强了 完全是迁怒之说 这段时间 经过窥妻百财不入的训练 我已经在任何情况下 都条件反射地 为老婆着想了 于是我安抚道 妈 你别这么说 发这种病 跟医院有什么关系 这肯定是很多因素造成的 我们还是听听医生说 该怎么治疗吧 可我妈依旧不依不饶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帮着女人说话呢 我看 就是她每天化得 夭夭饶饶的出去 就是她刻的你 听见这话 老婆却只低着头在抹泪 一言不发 我有些生气 妈 你要这么说的话 反正我这病是刻出来的 这也治不好 那干脆放弃 治疗回家吧 走走走 健壮 我妈急了 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 你都这样了回什么家 肯定是 留在医院治病了 可我连家里的矛盾都调和不了 我还治什么病了 干脆死了算了 死了一聊百聊 就不用再加在你们中间为难了 眼看气氛越闹越僵 老婆赶紧拦住我 老公你别这样 我没事的 妈不过 就是动嘴说我两句 我没事的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病 我听说 现在这家医院里的刘医生 可是国内脑癌方面的专家 有他在 你的病一定能治好 我妈也道 是啊儿子 现在你的病是最要紧的 如果你的病真能治好 以后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妈再也不操你们的心了 有了这句保证 我才消停下来 但接下来和医生的对话 却让我的心凉了半截 医生说 我的情况有些复杂 即便治疗 也不一定能够痊愈 只能说是手术配合化疗 尽力而行 这番话 让我们全家 瞬间陷入了阴霾之中 可这时 老婆毅然擦干眼中的泪 道 没事的 老公 有什么事情 我跟你一起扛 我刚才已经打电话 跟领导说了辞职 接下来的日子 我会一直陪着你 听见这话 我心里十分感动 其实绑定这个系统以来 它迫使我不断地做出改变 对老婆好 使得我和老婆的感情越来越好 所以才有了她今天 对我死心塌地的付出 思及此 我心中涌起了深深的愧疚 因为以前的我 实在谈不上对老婆有多好 我如今带有目的性的付出 却换来了老婆的真心 真是惭愧 我暗暗发誓 以后不管有没有这个系统 我都一定要做个好丈夫 在确定治疗方案后 我开始手术化疗 考虑到战线要拉得比较长 我主动向公司提出了辞职 毕竟 以我现在这个身体 短时间大概率不能投入工作之中 不如爽快一点辞职 大家好聚好散 好在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 我的身体状况 有了明显的好转 医生说 治愈的希望非常大 于是我两个月后 我在医生的救治 和老婆的细心照顾下 身体终于恢复得差不多了 出院那天 我在整理住院的费用票据时 却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段时间 我治病大大小小加起来 共花了46万 而从我绑定亏七百 才不入系统以来 通过增加财运值 而赚到的额外收入 正好是46万 也就是说 如果 没有绑定这个系统的话 也许今天我连药费都凑不出来 毕竟我父母以前 就是普通的打工族 身上几乎没有积蓄 就连当初我跟老婆结婚的钱 都是借来的 所以这一切 可能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他让我绑定这个系统 对老婆好 其实是为了让我自救 也让我在自救中 真正懂得尊重自己的妻子 正是妻子对我的付出 和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这一刻 我彻底相信了 什么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发誓 以后一定要对老婆加倍的好 一定不能再让她受任何委屈 在我想通的这一刻 我脑子里突然又响起一道熟悉的电音 检测到宿主真正懂得了 如何尊重妻子 财运值加20 目前宿主的财运值已达到100 宿主的财运值已满 系统将自动剥离宿主 助宿主生活愉快 这道声音消失后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颤了一下 仿佛是有什么东西 正缓缓脱离了我 大概系统是彻底消失了吧 出院之后 我妈这段时间也想通了很多 等我身体好起来后 提出要搬出去住时 她没再像之前一样激动 只是淡淡地说道 之前妈老挑你媳妇的毛病 让你夹在中间受着加板气 本来不觉得有什么 但你突然这么病了一场 妈后悔死了 以后 你们小年轻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 妈只要你健康平安就好 待老婆搬到新家的第一天 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喂 齐先生你好 我是迎胜投资的张鹤 听说你已经从原公司离职了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迎胜投资 听见这话 我猛地惊住了 只因迎胜投资 是我们业界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张鹤更是业内有名的投资胜手 如果能进入这样的公司工作 那我的事业 毫无疑问会更上一层楼 我激动地达到 不胜荣幸 番外 虽然系统已经剥离了我的身体 但我的事业运和财运一直十分横通 让我刚进公司 就拿下了好几个大项目 不仅薪资暴涨 更是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就做到了副总的位置 而老婆也在我的鼓励下 重新步入职场 将自己的优势最大化 现在已经是一家4S店里的金牌销售了 近几年 我们一直忙着各自的事业 都没考虑过要孩子的事情 但奇怪的是 我们的忙碌 不仅没让我们的感情变得生疏 反而让我们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我想 这才是婚姻和爱情 应该有的模样吧